我们现在翻开到教本的第158页 和日军再来这一首 这一首的节奏是探狗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比较特别的技巧 因为这一首歌曲全部都是中国五声音阶 中国五声音阶它只有五个音 我们一个音阶就是 这次我们是七个音 那现在中国五声音阶只有五个 发跟西的把它去掉 所以变成只有 还有 只有这五个音 这叫中国五声音阶 那这个可以弹很多技巧出来 那我们现在来教一个技巧 我们现在首先是这样 我们先把四个音连起来弹 我们刚才弹的 我们中国五声音阶就是 D、Re、Mi、S、O、La 总共只有这五个音 一样 到D、Re、Mi、S、O、La 只有这五个音 那我们现在四个音弹 那循序往上渐进 第一个就是弹 D、Re、Mi、S、O 好 我们手指就用 一、二、三、五 好 这是D、Re、Mi、S、O 好 再来用 再来是从Mi的 Mi、S、La、Do 就是发跟西把它跳过去 Mi、S、La、Do 手指就是一、二、三、五 然后再来 S、La、Do、Re 从So开始 S、La、Do、Re 好 这是手指一样 一、二、四、五 然后再来 La、Do、Re、Mi 然后这个用 一、二、三、四 然后再往上一样 再重复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把它连起来 我们现在用四分之一拍 也就是四个音一拍 16bit的 所以说稍微速度要连贯 那我们现在先慢动作 把它连起来 先弹到后面 好 这样 这四个音一拍 我们这样是一拍 第二拍 好 要连起来 就是说像这样 可以弹很快 好 我们现在弹稍微快一点的速度 把它连起来的速度 好 再听一次 好 好 就是这样 好 再快一点 好 就是这样了 好 很快 手指会快到 看不大出来 好 所以要练很熟 好 练起来 可是好像在弹我们的 鼓针一样 鼓针就是 五声音间构成的 好 鼓针就只有 Do Re Mi So La 好 好 这是往上 那接下来 我们往下 好 手指颠倒 好 往下变成 Do La So Mi 然后 La So Mi La 好 再来 好 So Mi La Do 好 手指一样 Mi Re Do La就是四三二一 好 然后Re Do La Do La So M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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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a Do 好 我们现在从 这个Do开始打 一样 我们先慢慢打 好 我们慢慢加快速度 好 我们慢慢加快速度 好 再快一点 好 再快一点 好 这样听起来就像流水声 很好听 好 所以把这个 大家把它练熟 练熟了之后 我们 再来弹一个技巧了 好 古针常常会用到的 叫做符音 比如说旋律是在Do 那符音的话就是把 我们刚才弹的有四个音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So Mi La Do 那停在Do的地方 那So Mi La Do 音要很快 因为这个符音 前面三个音 像是装饰音一样 只是装饰后面这个音 所以前面三个音 要很快 然后都要弹出来 好 像这样 都要弹出来 但是很快 所以要慢慢的 好 所以要慢慢把它练熟 好 那Re的话 就是La So Mi La 好 然后Mi的話 就是Do La So Mi 好 那So的話 Re Do La So 好 那La的話 就Mi La Do La 好 好 翻起来像这样 我们要从Do开始弹 那Re Mi So La 好 这可以再往上 D Re Mi 好 是这样 好 那我们 练好了之后 我们利用 我们来弹 和日君再来 我们现在 只弹 右手 好 那 每一个小节的 第一个音 都把它弹 福音下去 好 所以 光是右手 可能 就很难弹了 好 两手之后再弹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慢慢弹一遍 好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把它速度放慢 比如说它是Do Mi Mi So La Do Mi 好 我们是Do 就要弹福音 好 这个Do就要弹了 好 Mi So 然后Mi 好 好 这是这样 我们现在这是 因为第二小节接一个Mi 所以我们把Mi也弹下去 我们现在先练右手 把福音练手 再来 Do Mi Re Do La Do So 然后都完的话 这个So 就要开始用了 好 接下去一样 然后Re 就La So Mi 接下去 那这个So 就Re Do La So 好 再来Mi Do La So Mi 好 然后这个Re 那时候Mi 好 然后这个So 好 好 这个La 就Mi Re Do La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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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 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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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弹起来 是不是很像古针 好 那我们现在 从头弹到尾 就念右手就好 好 那我们现在 好 大家在彈的時候可能一開始都一直要找位置 因為可能位置會弄不清楚 所以一開始會很難彈 這可能要下過功夫練熟一點 才有辦法把它像這樣 很順利的彈完熟手 那我們之後還有很多技巧 我們先這個單元 把這個符音把它練好 大家在看了前面的教學影片之後 已經學會了一些伴奏方式 以及彈奏了一些歌曲 如果大家願意給我支持與鼓勵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有一個感謝的地方 點下去 然後有一些支付的金額 有30、75、150、750 然後選擇你們要支付的金額 再按右下角的購買並發送 點下去之後 然後進入下一個頁面 有你們要支付的方式 點下去以後 確定了你們要支付的方式之後 再按購買 如此即完成了 感謝的支付 謝謝各位的支持與鼓勵 謝謝大家